编译国语同纵合报导 伊拉克临近伊朗边境 在12日晚间发生规模期 三强阵目前造成伊拉克及伊朗两国至少214人死亡 超过2800人受伤 死伤人数持续攀升中 根据BBC报导 由于强阵突然来袭 众多的居民皆未有任何的准备 导致多数地区电力中断 甚至是灭村 让多数的民众惊慌失措 妇人埃米尔 Magic的阿米尔表示 当时正在与家人一同用餐 忽然间房子就像在半空中跳舞一样 连忙带着三个孩子往外跑 起初以为是巨型炸弹攻击 后来听见路上的居民大喊地震才知道事发原因 多数的居民害怕有余症发生 接往户外避难 伊朗当地的救援机构表示 估计将有七万人居要避难 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